真言第三十一章第十五节 未到黎明他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作的功分派疲累 好了身边这些全部 都要求 vitamins问题 原来是一个模式 镜面倒置怎兰免 advance 原来方向就是要洗丈夫有益无损 那些是几个工具 但有许asons 记住不是替 Sav mala 其他人有益无损 是替 Sav mala 我们丈夫主要溯记录 有益无损 这个就是为什麽行为与福音相请 第三个工具 你当然明白了 很清楚这里真的给我们看见 是工具来的 你知不知道 第四个就是什么 第四个就是第十三战 他寻找羊勇和麻 甘心用手作弓 你看不看这里 这里就是门 是不是 这个就是Death 就是门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是只是一个家庭 做你所有的人生当中的考验 你愿意打开新的门 新的门竟然说到 一个主婦 这里说的是一个皇后 她做生意 她做如何照顾家庭里面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她要寻找这些东西 因为我曾经用这些东西也说过 就是什么 就是她直接帮丈夫设计这些衣装 她帮家人去设计他们所穿着的东西 对不对 她不断打开新的门户 而新的门户也说是她不断打开 要怎样应付 怎样面对这些门户 面对这些门户 她愿意甘心用手作弓 你见不见到 甘心用手 用她自己落手落脚 去面对所有打开新的境界 新的要求 新的责任 新的人成为 汉为负担 但是她汉为这些是工具来的 这些工具既然能给她的话 她就一定承担到 这些工具给她的话 她知道在临离世之前 一定会能够 尽责做得到 对不对 就算做到死也无所谓 既然神打开这条路给她 她就去做 你知道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跟着去看 第五个 就是窗户 第十四节 他好象双船 从远方运梁来 这个就是见识了 就是她不断重要是怎样呢 就像双船一样 就像一个打开她的见识 她有没有托阔自己的空间 她明明介入了一个家庭 在一间整室一间屋里面做打扫 是不是 有空煮饭给她老公 已经是致命世上最好的老婆了 但你看不见 她打开她的窗户 窗户就是见识 就是她的所有的见识 你人生当中很多的见识 是为了托阔你能够侍奉的空间 托阔你自己能够付出的空间 那个似乎没什么可能的 有些人去照顾自己都没碰 但是我想你知道 在石岸里面就看到了 就是说我们愿意去打开的话 我们是不是无限量抗战 抗战到一个阶段 令人惊讶 是不是 已经是 不是那么正常了 你已经是做牧师 比如 你要看 做牧师的时候 会分享那么多的信息 会预备那么多 会认识那么多的资讯 这个就是为何 就是在我生命当中 打开一些窗户呢 这些窗户就好像这里所说 喂 你是个妇人来的 为什么你要好象相船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妇人 一个太太 为什么好象相船 喂 不像的 怎么像 怎么可能 这个就是窗户 我想你知道 现在你会看到在石安所分享的 的信息 都不知道有多少败类 在挑战 你身为牧师 为什么会说这些 你身为牧师 为什么会带领石安 帝兄姊妹学这些 这样的 那怎么做辛苦 你知道吗 他看这些 这些 那么大的 阔阔和抗战 神的这些带领 他不敢骂神 他哪敢 对不对 他骂神的受告者 不过责任一样 他都一样要下地獄 为什么 因为你猜这些 是我自己 凭空去捏造出来的 每一次石安 所行的步伐 都是神的带领 我们是一天都没有辨差 去示范给这个世界去看 去示范给我们身边的人去看 你知不知道 所以 你会看到 现在你就明白了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神是创造整个天地 为了驻造我们 但是我们今晚在一间屋子里面 就说驻造完 喂 有没有搞错 神做了这么多东西 我们都不喜欢见识 然后见识完之后 让那些东西去驻造我们 我们就自己目凶一切 底下 不受神的控制 不受神的管理 底下 自己自把自为 过完一生就说自己是辛苦 有没有搞错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 现在我们用工具去看的 每一节经文 真的会吓你 对不对 而接着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最有趣的是下一节 第六个就是Wav Wav的意思就是 勾 就是说你愿意给些什么 勾住你 有些人你会看到 他给的嗜好勾住他 有些人成为责男 漫画 成为勾住他 即是在生命当中 他的私欲勾住他 或者是什么勾住他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 我们所说 一些人勾引勾引 就是代表了 那个人是被一些 哭住了 勾住了 但是神想什么勾住你 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有一个工具 你有没有让那个工具去勾住你 让你一生都在那样东西当中去致力 第十五节就是用勾这个工具 第十五节就是 未到黎明 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级家中的人 将当作的功分派疲累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今次 讲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用这一节圣经 做我们的主要经文 你见不见 负责人 做领袖 在一个过程当中 当仁不养 他让这些勾住他 你见不见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原来是侍奉大众 用神的心意 和神的旨意 启示 去带领我们身边的 所有这些人 我们有没有让这些勾住你 当我们有让这些勾住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浪费了 神所著造这个帽 因为这个帽 根本是创到天地那么大 天大地大 所谓的 这个世界有多少东西 就是万花童一样 每一样东西 我想让你知道 其实原来是为了 驻造你成为神父 我想问问你 现在这里说了六节经文 大家身边是否有这些东西 在你身上 是不是你都一样有这些环境 有这些需求 有这些要求 去向着你 有 你怎样回应 你有没有照着言辅地回应 当然 如果你以一个外邦人回应 有回应的方法 但以这个信主基督徒 你怎样回应这些责任 章言第31章第15节 未到黎明他就起来 把食物分级家中的人 将当作的公分派疲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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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